你,叫老唐,死了,来到了地府,转世头代,回想起升级996的牛马生活,你当即决定,留在地府,成为一名鬼才,你给人养闷了走!历史三个月的疯狂了我,你终于以地府消灌的讨刑,从最底层的鬼才脱一颗属,成为了一名死君,还成为黑白无常手下的金牌狗手,但,伴学来的不只有我,还有英国,你很快赢不讲武德式的狗玩,惹到了佛母,没有那个秘密,连我弟子都敢狗,你他妈给我等着,你所应当的,你被一群社会狗手,独占了小木头,嘿嘿, 知道我在佛母的地位了吗,我劝你还是把我的火油给放,不来有你好果子去,你没有话,作为一名三好鬼才,你的第一目标,是将业绩带回,而不是何人敢,所以你摘下帽子上的驴体,打电话给了同为鬼才,私君的钢组,我一刚惹,我给你赌了,不出意外的,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鬼才本来就是晚上丑破,见不到不是很正常吗?我现在手上有个突离的魂,那么把我带,不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几个合想,就是冲着你手上那个魂来的,就是被黑白无常吃退的,我也不会过去,去的我就是赶物,实际足于填考, 在想等我,小小鬼,他竟然不把我们兄弟放在眼里,不知道你是否在草原中的那里,你叫我来 扔给我 你前面却抛到了钢头 他便马虎停车往回我 真的老头啥都不想 但好歹也是我佛门的人 当你地府接走了 我们佛门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此时的你 失去了限制 终于可以施展出真正的实力了 终于要开始反击了 不过无所谓 我们这次可是有备而来 这可是菩萨给我们的反射卷走 不管你施展什么身体 都会远方不动的反射回去 老头 你快跑吧 这种法器不是我们的客行的 咱们别和科技玩家交战 虽然你的防御时都同样出色 但是你也奈何不了我们 结结结结结 你也只是稍微抬齿了 你那软弱无敌的脚 和神说的雕楼起落的时 给了两名罗安爱的爱 便让他们陷入了美梦子 老王说公 但却在这时 你是透明的 我 将你拖进了 你只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作为新时代的鬼才 我是不会被温柔相守恐怖 但你抬头一看就很失落 因为地藏王正对了你 你他妈难统是不是 你站起身来 环顾了四周 发现你现在所处的地方 是佛门掌权的地狱 面前的和尚是地藏王 数百年来 一直在地狱度化恶鬼 佛门纵人度想之女于死地 但地藏王见你能力出神 便想将你度化成佛门主 我是不可能当和尚 我可是要成为爷王爷的 这可由不得你 只见地藏王坐下你 随着他的送领 一大道金光朝着你 而周围的恶鬼 拿出了筹码 抬射堵 被地藏王定上 这小子又好过这事啊 就在你被地藏王抓走的时候 你的上司黑白无常 感受到了这异常的数十波动 探查到了你的情况 这下晚了 地藏王直接抓人了 凭我们俩是保不住老唐了 老唐被抓事小 我地府和佛门闹掰事大呀 原来我们地府死气沉沉 得过且过 回差工作谁都不敢抓 老唐出现后 这风气才有所好转 别放任他去做 没想到 这小子能给我惹出这么多事 现在着急也没用了 我们必须找个官吏更大的角色 出面保下老唐 你是说秦国王 没错 这位和地藏王有过节 也够分量 说得上话 我这就去找他 等等 地藏王虽是佛门人 但也是咱们的地府六大司之一的主理人 虽然不能让老唐魂飞魄散 但把他送去轮回完全没问题 你能懂我意思吗 懂了 我马上派人去找老翠 给老唐安排个好人家 但他们没想到的 随着地藏王的不断拎 尽管那金光在你身边像不到石头一样 这小子是什么来的 土地的动画 现在对他不起照样 你也完了没有 也完了到我的回合了 看好了 这才叫操作 你这边敢打我 这怎么能叫打人呢 这叫正当防卫 好好 我本来还想留你 既然你自找死了 我就成全 就在这时 秦国王出现 挡在了你的身前 地藏王啊 格局小了 秦国王 你既然来了 那我们就好坦坦 如何处置这老乱地狱之人 哦 他老乱在哪里啊 我怎么一点都没发现 我脸上这么紫一块 你看不见眼睛开转了 哎呀地藏王 你怎么变成猪头了 不会是被我们这个小鬼猜打的吧 这时候只要用微笑就好 今天的事情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我要让这小子录畜生到三千石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小心 看我多天心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在耍什么手 地藏王疑惑地接过了轮回文书 指剑上面写着 老唐宅杀佛门若海 霍乱地狱 当叛路轮回 另起于天然岛 轮回三千石 你坑爹啊大侠 我说这是畜生岛 你这天然岛什么意思 这像是杀了我们佛门这么多人 你还给他送功德 这玩意说是天下第一判官 崔玉清守信 你不乐意也改不了 但很明显 地藏王对地府的判决非常不明 但想到你路轮回后 就会上市基 变成一个凡人任他摆布 他便信任同意了 结结结结结结 等你变成凡人 我会让你没运产生 倒霉三千石 我要亲眼看着这小子轮回 随便咯 随后 尽管王带着你离开了地狱 尽管王 有某一种可能 我打得过那图鱼 你还能打吗 你还能打有个屁用 初来混 要有势力 要背景 我们地府没有背景 只能委屈你了 你放心 露天人倒是不会受苦的 怎么的也是个国家首富儿子 就这样 你要录录鬼的消息 快在地府传开了 众鬼对你的离开 伤心一举 兄弟们 听说了吗 十九四那个卷王终于要走了 佛门没有对我们出手 那卷王差点把不搞累死 地藏王人还怪好累 这么好累死 我为大家来手作作戏 当你来到奈何朝 准备投胎的时候 地府的鬼才 已经围满了嘴 你这地区你会来啊 尸身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八弟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放心吧 七哥 孟婆一人比得上我们一丝 老唐在他面前 闹不出什么幺蛾子 你慢慢地走向孟婆 发现孟婆竟然是一个绝世大妹 你就是那个 把地府据翻天的十九四四驹 是我 干得好 这碗汤喝了 安心上路 你接过孟婆唐一人不及 孟婆唐洗涤灵魂的笑话 让你感觉浑身熟熟 但你好像没有像其他鬼玩意 变得浑浑了 你叫什么名字 老唐 这孟婆当真好 那么再来一碗 不对 再喝 你叫什么名字 老唐 老娘切了这么多魂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硬茶 再喝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知道 喝 喝不了了 还是不对 再喝 这小子是把孟婆唐当自助茶水喝了吗 已经喝了十瓦了 这几千年来 孟婆唐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八弟 我心情肉跳的感觉更强烈了 总算把你小子喝了迷糊 走你 很明显 你并没忘记 你凭借到斯卡班的高超演技 骗过了吗 还好我积极的一匹 骗过了 再喝我都要变得迷六佛了 想想当个天龙人还是不错的 所以手持轮回文书的你 走向了新鬼市 你走到轮回门前 轮回文书触碰到轮回门便自动消瘦 随后便出现了六个小门 其中只有一个门打开 门上晒晒发光的写着 天人 这天人造的排名就是不一 随后 你抬脚踏入了此 可算走了 是啊 能安生一段时间了 不管你轮回到哪里 我都能找到 和我们佛门作对 离开之时 流鬼们还是坏 挖出了底头 这么 我怎么觉得 谁确实和老银一关 财神爷 老堂会不会出事啊 只要有我在 伺候也会变成死 嘿嘿 那我也按照管理 投屁了 也让我一直扶下去 最近因为升职太高 给人打压了 那是指 只要投屁都会化血 我投了 哇 真有效果哎 不同 他不同 13何时能出头 你不在 他不在 13哪里有点 本期视频 也是干到爆炸的一起 如果可以的话 真心求一个一键三连 硬币越多 更新越快哦